跌了下山 人死後會去哪裡? 好像我這樣的人 早就應該死了 他張開眼,發現自己的手腳變短 穿的是他丟了很多年的衣服 阿澤不禁大笑一聲 他感覺到無比的興奮 好像瘋狼一樣 正下來的時候,阿澤就在想 我將會改變到未來 走上幸福的軌道 阿澤保留著以前的記憶 因此比較童年的年輕人 聰明很多 他做了一個非常優秀的知憂生 而且在小學階段已經跳了三級 但他沒有因為這麼快樂 反而覺得很厭倦 外界的期望令他產生了很多壓力 之後他開始探飾 就說如果我們從新開始就好 我應該保留實力 開心地過回童年才是 在這個時候 阿澤的頭痛到就裂開了 感覺就要離開這個世界 他再次張開眼 發現自己 被一個大樹一攔低 頭的血流到麻麻聲 這個時候阿澤很平靜 他領不出人生的大道理 就知道人生建基在自己的過去和失敗基礎上 如果想改變以前 倒不如改變現在 然後他一言不發 慢慢就踏入一條光明的道路之中 這些文都寫得很有意思 如果我是中學看到這些文 我肯定會給九十幾分 那些 有沒有人試過中學作文是拿九十分八十分 不知道為什麼要給五十六十分八十分 很想一巴掌 那些老師 就算你整項沒有錯字 最多我也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七十分已經很高分 你可以問老師為什麼 他說什麼作文沒有滿分 沒有滿分 那為什麼是七十幾的 你不知道 總之是這樣 但我覺得都寫得很有意思 有點像那些什麼 好遠 你看看這傢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啊 在這裡 怎樣啊 畏懼我一隻帳 嘩 撞掌 真的不懂死啊 那些傢伙 啊 Do not kill Enosun 神經病 他撞我一隻帳 就行 好遠 這樣 把小 termin 搭配 都不怕 大家都不怕 什麼 ти